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呢 就是你能为了对方把自己工作都辞了 对对对 你现在想想后悔不 不后悔 那你工作辞了回家照顾他之后 对你接下来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他有了 那我那单位是吉利寺农山区专家门人大院的 一般人你想打进去都困了 完了我本想花钱故人厕访 我儿子说爹觉得不好吃 你最好回来 他给我生三个孩子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功劳 我得回去对我服务员报告 得好好厂厂 厂厂的目的他死那天 说我叫给张大夫直就完事了 哎呀肥癌吧最快 因为他不能呼吸啊 我行挺佩服的 那你现在就是他有没有退休现在 有有点 有点 这个张大夫的别说有钱就是没钱 现正就完他 你相信吗 你有住房吗 我现在没有住房 因为我老家有 因为我在吉利寺农山区这个退休 趁福音以后 完了他死了以后 完了我被铁区去景庆北街 会堂中医检署 我这个在会堂打工呢 当中医个人大夫 那你以后还打算买房吗 以后是这样 我这个不想买 为什么 因为呢 我的野心挺大 我想干中大事业 我的中大事业 在哪个的 那公司他就给我摆住了 上你家住去吧 上我家住啊 行啊 不行 不可以 不行咱就不去了 不行咱就不去了 你为什么 我说一下 我为什么要找 找另一半 找另一半就想给我家 可以啊 一个人也是住 两人也是住 无所谓啊 嗯 不就想给我家 他给不了我家 那就不可以 嗯 我那人做事说 就这样是 就是 就是说 你不投胃 你不会想人家还欢迎乔鱼 怎么这样 玩一转我不会 他假如说 他要是 他把工资卡交给我 一星一过日的 对 无所谓 是不是 我跟你说的这个对 对嘛 对 他要把工资卡交给他 他可以上你放假去做 我怎么想怎么做 明白 咱们这个是个挺现实的问题啊 现在的状况 曾经的状况 和包括未来的一个规划 那嗯 我们男嘉宾的这个计划 我们历史女嘉宾是咋看的啊 我就说南方没有房子 无所谓 他在你那住 对你一心一好 这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您是赞成咱男嘉宾现在这个状况 和未来的这个规划 就不买房子也行 不行就上你家住 是不是 啊对啊 你很有元件 这个单位还可以用他 将来不用他了 这个房子将来能给他住 你不能没有房子住 你怎么办 没有房子住 上你家住呗 我不要 你喜欢他 我喜欢他 我喜欢 找个男人 必须他给我家 还在乎他有没有房子吗 你有房子呗 我在乎 那你不在乎 你和他聊吧 如果说这个男 这个男嘉宾是一心一脸 真的喜欢这个一号女嘉宾 他可以把那个工资卡给他 因为他没房子嘛 嗯 他俩是 到女嘉宾去住 是可以能就是好好的过日子 都这么大年纪了 就一点合适对吧 很不容易 您感觉 就您现在的这个 赚的这个钱 把工资卡给他之后 够不够支撑你未来 不工作之后的那个生活 怎么说呢 正说吧 只要我不死 我张大夫 永远有钱 只要我不死 我不傻 我不贪 我永远有钱 他可能没下过乡 知道吗 他还是下过乡 到那种广阔天地里去锻炼的了 他可能是 他就绝对不能这么说话 是 对于我有工作没工作 那都是测误的 那要是有一天咱不能动了呢 不能动 我的急需就足够了 也足够了 它实在不同了 奶奶 没有 那 你